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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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起时候书上还附了梁立堂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照片 他手持一张中英文写着警察字样的证书 还同上述官员和他推荐的两个人合影 报道说梁立堂是5月9日被逮捕 他拘留的时间停证是5月11号 届时法院将决定他是否被取保候适 梁立堂被波士顿地区一些华人称之为乔林 因为他经常参加亲共的活动 并且曾经担任大波士顿地区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 美国政府在2020年10月把合同会定义为外交使团 并表示该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直接控制的 梁立堂担任过华人社区职务 包括美中文化协会书记 美国中餐联盟副主席 以及波士顿梁氏中卿会的代表 梁氏就是一个新 梁立堂事件其实并不偶然见到 因为他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发生在纽约的亲共桥里被起诉事件 4月17日前纽约福建同乡会的会长 常乐工会会长卢健旺和他的秘书长陈金平 在纽约长岛的家中被捕 美国纽约州地区检察官叫布里恩·皮斯就说 卢健旺和陈金平因为在纽约秘密涉离中国警察局 61岁的卢健旺和59岁的陈金平都是纽约市的市民 但是他们秘密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妨碍司法指控 检察官说卢健旺曾经试图说服移民中国人 返回中国接受审判 并在2018年不断地骚扰和威胁这名中国人 大家都知道在猎独行动中 这些亲共的人士在中国国安官员的指挥下去骚扰恐吓这些流亡到美国的人士 他们可能是异议人士 也可能是中共的前官员 2022年的卢健旺受中共的指示寻找一名居住在加州的中国人 这是发生在纽约 纽约叫鱼龙混杂 也有很多很震惊的华人为美国社会服务 遵守美国的法律 但是呢 像这些亲共的所谓的乔礼也是层出不群 去年10月份 纽约山东同乡会的会长安全宗和他的女儿安光阳 就因为涉嫌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和洗钱 而在长岛的家中被捕 安全宗是山东省藻庄人 2013年和2014年他担任长乐工会的会长 所以我们说了一部分 其实在之前美国政府已经起诉了 美国的一些公民协助中国的国安和国保的官员 参与猎狐行动和一些骚扰美国居民的这种行动 已经曝光了很多了 所以这些事件呢 这就主要是涉及到一些所谓的亲共团体 所谓的同乡会的乔礼 这个事情我们就需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我的观点一是 中国的统战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FBI负责人曾经说过 每十个小时 FBI就会启动一桩 针对中国的案件的调查 你想 这种严密程度 或者说信息的举报的量 是相当的巨大 鉴于中国的威胁 美国的白宫 国务院和国防部 以及美国众议院 都成立了中国事务的委员会 专门对中国的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 甚至对一些案件进行调查 为什么现在会突然收紧了呢 因为这个事 中国对美国的渗透 应该说时间已经很长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 应该说这四十年里 是一个不断的 进一加强的一个过程 渗透可以说无处不在 现在美国之所以开展 对中国的这一种反间谍 这一种外国代理人的调查 原因在于国家安全的问题 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美国的国家安全正受到 中国的统战和中国间谍行为的 一种冲击或者一种倾劳 比如说中国为了窃取美国的高科技 就采取了很多方法 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案例 一个中国叫徐延军 这个人已经从应该从比利时 被引渡到美国进行审判 有他的相关的内容的报道 他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就是国安那边 他是一个国安的一个副处长 就是利用中国的这种南京航空学院 学者学术的交流 经常邀请一些华裔 来回到中国进行讲学 然后进行现金的收买 金钱收买 甚至就在他们的电脑里面 插入了一些木马程序 就让他们回到了 比如说机一 或者通用电器 回到一些重要的部门 他们收集到的 他们之间乘取的信息 就会自动被虚送给中国 美国FBI很快就发现了 然后就跟被撤返的 美国的工作人员 工程师进行沟通 进行联系 就是说可以不起诉你 但是你应该为美国工作 所以这样他们就采取一种调娱的方式 把徐元军就从南京调到了比利时 然后就把他进行了抓捕 最后引渡到中国 这是一起中国国安官员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所以这种行为 这种间谍行为 在美国应该说是很普通的 其次呢就是 中国的这一种猎狐行动 直接的破坏了美国的法律 因为中美之间没有司法协定 那么你要在美国进行执法 必须征得美国政府和美国司法部门的同意 但是中国呢为了响应所谓的猎狐行动 就派遣了国安人员 以旅游的身份来到美国 甚至呢就利用美国的一些私人侦探公司 对中国的异议人士和中国的前官员进行骚扰 逼迫他们回国自首 这种事情也很多 成千上万的这种 在西方国家的被猎狐的对象 也是被红通 红色通缉令的对象 他们被迫回国 不是说中国反腐败是错的 而是说你在西方国家 没有经过人家国家的许可 进行执法活动 这就侵犯了西方国家的主权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 其次呢就是 有大量的华人 出于所谓的爱国情怀 成为了中共国安部门的献人 比起说也算我的朋友吧 还曾经到我们家里来过的 王苏军 这个作家 他就成了中共的县人 也被起诉了 还有什么学生学者联合会 还有亲共的同乡会 都成为了中共的这种统战的工具 至于说媒体的渗透 这种渗透 学术的渗透 那几乎无处不在 比如说空置学院 还有一些大外宣 在推特上 脸书 各种社交平台 都是比比皆是 非常的严重 如果美国再不采取措施 可能可以说 会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 现在只能说 叫亡羊不牢 优位晚宜 当然 已经比较迟了 这是事实 第二呢 我们就谈 就是爱国粉红 海外的爱国粉红 叫飞蛾扑红 很多人呢 还是出于一种 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怀 不自觉的充当了 中共的统战工具 其实想一想这些华人 他们来到美国 生活在美国 取得美国的身份 很不容易啊 有些人 比如说是留学 取H1B 取得美国的 劳工的机会 然后取得绿卡 最后转为美国的公民 也有些人是投资移民 比如说50万美元 投资一些项目 最后变成 取得美国的绿卡 还有些人是优秀人才 就是说具有特殊的技能物 比如说作家 比如说书法家 艺术家 歌唱家等等 其实最重要 最需要说的就是 一些以难民的身份 最终留在了美国 他们来到了美国 或者通过现在叫论 或者走线 相当不容易 九死一生 大家看到了很多案例 比如说一个越南的这些难民 他们躲在那个冷藏车里 进这个英国 最终导致最后 最后打开的时候 全部都死 冻死了 还有些人 难民是通过海舟 海上 最后船翻了 因为人太多了 就死在了海里 所以很 这个心酸死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有些旅游来到美国 就不回去了 就成为黑下来了 最后通过六四 写卡 就是六四 美国给予 华人庇护的一种方便 也有的呢 就是在美国的一些 移民政策的改变 最后 他们成为了 美国的公民 很不容易 但是呢 这些人 很遗憾 其中有一部分人 就成为了 中共统战的工具 被中共所利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 他们所谓的爱护主义情怀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想想 你是怎样 来到了美国 你为什么当时 要来到美国 这些人就是未来 一种好的生活 我们也不能去指责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向往自由的权利 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 他们来到了美国 就是想 因为美国赚钱比较容易 赚美元 比较 这个汇率啊 一比六 一比七 可以为家乡啊 为家人 解决经济问题 所以他们来到了美国 但是很遗憾 由于文化比较低 他们对民主自由 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他们来美国 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 就是想 取得一个 好的生活 当然你说 完全没有 赖不能 不能这样说 因为民主自由 它是 它是一种人权 所以说 只要是人 他可能都会 希望得到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很多华人 感觉到 很骄傲 这样呢 他们回到了中国 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 他们就觉得 有一种 似乎变成了 人上人 哎呀 过去逃离啊 千辛万苦 很被人看不起 最后今天 以警还乡 他有一种 很骄傲的感觉 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 王淑军 他就是一个 一个作家 因为唐德纲啊 想起张学良 的回 这个最终的 口述史 于是呢 就把他 作为访问学者的身份 来到了美国 他也 申请 特殊人才 最后 留在了美国 他留在美国以后 也享受了美国的福利 成为了美国的公民 同时呢 中国改革开放 这种 越来越多的 对外交往 他也回到了中国 就被当成了贵宾 也是著名作家 旅美作家 同时呢 他这个书啊 人家跟他出版 给高额的稿费 哎呀 同时又让他当 山东省政协 啊 常委 那你想 他就有一种 很久违的那种权力感啊 就非常的 依旧还乡嘛 这样呢 他就志愿充当 中共的县 收集一些情报 有一些情报呢 也是自己在家里 瞎编的啊 最搞笑的就是 这个纽约的民主人士 百分之八九 是都知道 他是中共的线人 但是由于 这家伙呢 能还可以 他经常为 这些民主人士 可以办点事 比如说 你回不了国啊 你家里的房子 要处理 你怎么办 是吧 根据规定 你必须要 人到场 所以他们通过 这个外交使馆 王淑军沟通 做和解决了 一些生活问题 所以说 叫人出武汉 就像某一位大佬说的嘛 那王淑军我们都知道 他也干不了什么呀 对不对 如果换来一个 大家把他揭穿 换来一个 更狡猾的 不是更麻烦吗 所以这个事呢 也是很有意思啊 当然我并不赞成啊 所以说啊 他们 就是常常让我看到 那些高举五星红旗啊 唱爱国歌曲的 这些粉红 我真是一声叹息啊 所以我看到 美国边境 留意六千多人 正在走线 最终他们也想逃到了美国 我想他们 是否会成为 下一代的粉红呢 很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这两者要分开 也就是说呢 追求幸福 是一种权利 来到了美国 你非法预警 当是违法 但是最终你变成了 被美国收容 变成了美国 社会成员的一份子 也是你的幸运 但是呢 我们应该啊 做一些有利于 美国的事 这就是我要谈到的第三点 要拒绝统战 做一个明白人 很多人来到美国 享受美国的民主自由 法治人权 甚至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 这些在中国 他们都得不到 为什么呢 是运气吗 也可以这样说 但根本的原因 是美国有一个好的 符合人道的 政治社会制度 所以说呢 我们来到了美国 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要融入美国的文化和生活 你有些人成为美国公民 是要宣誓的 那你既然宣誓 你就要遵守事业 美国是讲究 起悦精神的 而宣誓这个事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中国人因为没有基督教信仰 他觉得说假话很正常 很聪明 但宣誓实际上 是跟上帝宣誓 所以说这是 在美国人看来 是很重要 并且你违背誓言 是一种犯罪行为 是要受到刑法的处理 所以说 中国人来到了美国 这是你福分 或者是运气 都可以这样说 但是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成为一个好公民 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 我有时候 在街边看到一些中国人 排很长的队 去领一些免费食物 其实这些人并不穷 只是一种习惯 就觉得不拿白不拿 就去站队 最终领到这些食物 又把一些自己不喜欢的 扔进来 垃圾堆 所以让美国人 感觉到心里很寒冷 很凉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自信 最起码要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公民 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要为美国奉献一些 不要紧紧去得到索取 人家的人道 人家的善良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 这种能力给予回报 这样这个社会 才能够核心 我就想对这些朋友们说 这些同乡会的朋友 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 很多人分不清 什么中国共产党 这个 中共搞不清楚 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中共 中国是目前被共产党统治 它是叫中共国 在西方不一样 政党就是政党 国家就是国家 对不对 你相信民主党 你加入共和党 但是你成为美国总统 你应该为美国人民服务 这是一个正常的 政党只是一个政治的派别 但是中国不一样 因为中国是一个极权社会 它的政党就是统治者 它把国家跟政党是混在一起的 你说共产党怎么那么有钱呢 因为它从国库里支出啊 那美国你想 拜登当总统 他能够把这个民主党的开支 在国会去报销吗 不可能啊 人家是有财政预算民主的 所以说党产国产是要分开的 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 我觉得有一个民主人是要血利 也说好朋友啊 他说的话我一直记得 他说因为中共的所谓 有备公理正义 我们反对一切针对自由和美好 人性的威胁 共产党违背宪法 剥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宗教自由 等人生自由和基本的人群 这个不需要解释 天天在发生 现在的更好 进也进不去 出也出不来 郭玉华 清华大学的教授 社会学家 想到香港开会 出不去 出不去 那个海关人员还跟他说 他说你出不去 其实好事 因为你要是回不来的更麻烦 你看秦辉夫妇 这个著名的学者 作家 到日本讲学 回来不让路进 就进不来 所以中国共产党 这种造的力 共产党剥夺了中国人的民主权力 坚持一党专制 你说习近平进入第三个论期 我心里说你好意思吗 谁让你进入第三个论期 中国有议员吗 那些人大代表三千人 都是你共产党自己选 选指定出来的 他们来就是投票 那就是花中国人纳税人的钱 来演了一排 所谓全过程民主的戏 中国人剥夺了中国 公正司法的权力 而在美国 也有很多不好的事 也可能有人欺负你 也有可能你陷入无望之灾 但是你有一个最后的底线 那就是通过司法 去解决问题 对不对 那就可以解决啊 是吧 总要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在中国里怎么说理啊 比你房子拆了 你说我到法院 法院说对不起 这种拆签我们不受理 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呢 法院受理以后 这些村民就回到法院 那法院怎么办呢 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还有你比如说前不久 最近这个川普被判 这个信方面的不当 赔偿一个女作家 五百万美元 那么如果在中国 你说一个官员 这个彭帅去起诉张高丽 说他强迫我发生性关系 法院敢受理吗 你去告老习 孟雪告老习 说老习性侵他 那你可能自己都失踪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共产党剥夺了中国人的财产权力 是吧 这个财产民营企业家 辛辛苦苦建立的财产 你应该得到保护 但是在共产党给你没收了 在重庆 所谓的扫黄打黑 唱红打黑行动中 多少民营企业财产充公 到现在也没有发还 钱去了哪里了 习近平反腐败 几百万官员落马 钱去了哪里了 共产党对少数民族 实施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 你想维吾尔人 能歌上舞多好 你为什么去种族灭绝人家呢 那些藏人蒙古人都很善良啊 对不对 人家说一个母语 这是很正常的 你哪个人不说母语 这个世界上多一些语言多么好 你不许人家说母语 那你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再一个你说香港 你自己做了一国两制承诺 并说五十年不变 现在二十年好家伙变了 是吧 台湾 台湾人为什么不能要求台独呢 对不对 台不台独 人家可以想嘛 也可以说嘛 这是言论自由 至于说怎么去实现 那是另一回事 那你说我台独 我就留倒不留人 我就两千三百万同胞 就可以发动战争 那是反人类罪啊 对不对 共产党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 共产党什么 讲究暴力啊 中华文化 文化儒家文化 仁义理智性啊 讲究仁义啊 它两者风马流不相及嘛 看看现在中国人多么冷漠 老人倒在地上 没人去扶一下 对不对 那中国传统文化是这样吗 传统的道德会沉落至此吗 这简直是瓦腑雷鸣了 是吧 黄中回气 瓦腑雷鸣嘛 共产党违背国际道义 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你说这个事 侵略就是侵略 无论你怎么解释 所以我觉得德国外长对秦刚说的话 就说得很好 在俄乌战争上没有什么中立 中立就是支持侵略者 好 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就是中国啊 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公敌 成为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一叶孤舟 原因是 他违背了国际的道义 也对中国人实施集权统治 对在国际上实行霸权 霸离 所以激起了公愤 海外的华人 要视食物者为俊杰 过去那种两头痴 时代早就结束了 现在呢 要做一个明白人 你生活在文明世界 你愿意待在美国 那你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做一个好公民 你如果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哎呀我晚上睡不着啊 我天天想回来 那你回去呗 对不对 你也没有 这个也没有放弃你中国的护照 那你可以回去吗 你又不愿意回去 那你就做一个好公民 不要跟中共勾勾搭搭 不要作为中共的代理人 否则 以上我们说的 梁立堂 这个卢健旺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公会的 刚才我们说的 叫姓安的 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间 所以说啊 一定要做一个清楚的人 不要上了中共的贼船 1949年一些知识分子不清楚 上了中共的贼船 毛泽东就说 好啊你们终于上了这一船了 结果怎么样 九死一生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